一年一度全港羽毛球錦標賽已經進入尾聲階段 今天在新衣館即將上演高級組單打和雙打的決賽 在場中當然不少葉佩妍、張艾怡、李俊熙等港隊名將 想知道戰況有機激烈,立即跟我進去看看 今屆全港羽錦賽高級組決賽吸引了大量球迷入場 幾乎迫爆衣館 而李俊熙、周凱華對著麥啟進、謝影雪的混雙賽事 雖然是第一日比賽,但很快將現場氣氛炒熱 黑衣的李俊熙和周凱華在第一局的初段佔儘勢 憑著光頭仔的強烈扣殺,一度拉開4分的差距 可惜他們吃不住的勢,越打越急,多次自己把球打出界 結果他們被麥啟進和謝影雪吃著勢,反張一軍,先輸第一局14比21 而第二局回來就好像上局的翻版一樣 李周沛早早拉開分差,完全掌握比賽的節奏 結果他們由頭大到尾,追成局數1比1 來到決勝負第三局,初段雙方都咬得好緊 四度打成平手,打到11分休息時 李俊熙和周凱華只是僅僅領先3分 雖然這隊奧運組合一早打到決勝分 但反而被伏起進和謝影雪連追3分 最後一球,謝影雪自己不小心打落網 他們總算贏得有驚無險,反勝局數2比1 首度贏得雨錦賽的混雙冠軍 周凱華賽後透露其實他是大雙上陣 不過就認為下個月去巴西絕對沒有問題 狀態我覺得我自己很好 還有我們兩個,在我的立場來說 我覺得很好,因為我們思想所有東西都終於同步了 所以很興奮,很興奮的感覺 那你現在還有一點時間,會做什麼調整? 我想主要是身體上的調整 放鬆一下,無論是思想上還是身體上 接下來有萬眾觸目的女單賽事 由大師姐葉沛賢對著新星張額儀 這場上年的決賽翻版鬥得非常激烈 一開始紫色衣服的黑妹未斬住腳連失五分 更加在飛身救球時擦傷手肘 不過沒有大礙,還越打越勇 反勝21比14先拿第一局 來到第二局,黑妹繼續乘勝搶擊 追拿手扣殺將比分拉到10比5 張額儀當然一點都不惹少 連追7分反先,之後就憑著對手連連失誤 繼續擴大優勢,以21比14追回第二局 黑妹去到第三局仍然打不開她的頹勢 還越打越心急,自己不憑失誤 雖然場內一直有觀眾為她打氣 但可惜無法重新振作起來,不停犯錯 任由小師妹張額儀控制著比賽的節奏 在毫無懸念下,張額儀以21比7大比數地贏第三局 成功衛免今次賽事的女單冠軍 不要看她年紀輕輕,其實她已經第二度成為今項賽事的單打冠軍 自然難掩興奮的心情 心情都很開心,去年是第一次贏冠軍 今年可以再次衛免,心情就加倍興奮 見到你剛剛先輸一局,再連追兩局 中間你自己做了什麼調整? 其實因為今天一上場,自己狀態不太好 去到第二局一直都找不回感覺 只是意志上叫自己一路頂,盡量膽頂一點 頂到她開始自己有些心急,出現比較多的失誤 慢慢局勢才扭轉 而女商的賽事由袁仙營、陳梓嘉奪得冠軍 男商的冠軍就是鄧俊文和柯展聰 今屆同樣受注目的男單賽事 而因為參賽選手黃永琦要出戰越南公開賽 缺席今次比賽而取消 不過都不要緊,因為同場還有我們奧運的代表 吳嘉朗和胡溫 聯同兩名本地青年軍打一場表演賽 令入場觀眾大飽眼福